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成引者长期都要面对身不由己的失败 不过这种挣扎不单只令成引者感到痛苦 而会影响到他们家人的生活 衍生出不同的家庭问题 令成引者面对更大压力 造成恶性循环 因此不少辅导的机构 都会辟出资源帮助上引者的家庭 如果家人有成引行为 其实成引者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家人 都未必很了解成引者 面对成引行为的心情 甚至到他们的不能自主的倾向或者行为 所以他们都会用一些价值观的看法 甚至因为他们家人自己都是受害者之一 可能成引者做出了一些行为 令到他们在家人的立场里面都伤害了他们 可能是经济 可能是关系 家庭暴力等等 所以他们未必能够用一个很客观的角度 或者很客观的态度 去劝戒成引者去寻求帮助 在这些情况里面 我们会鼓励家人自己寻求帮助 当他接受了辅导 能够自己的情绪处理了 他也都对成引行为的理解大一点的时候 他就有那个能力 有那个理性分析 也都有那个情绪能力 跟成引者能够有理性的交流 我们看到家人有时候因为那个伤害 有时候他说的话出来 可能会令到那个成引者加深了他们继续做那个成引行为的机会 举个例子 例如家人因为那个成引者的赌博行为 在家庭的经济里面受到很大的伤害 那那个成引者听到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我要继续去赌赌 赢回来 让家人就不要再因为我的赌钱骂我 我们也看见有些家庭 那个成引者可能有迂逊的问题 那那个太太可能处理不了 因为先生可能是 他回來也有些家庭暴力 也對家人呼呼喀喀 他很大壓力下 他可能會出去譬如賭博 或者用其他方式去幫自己減壓 結果越賭越厲害 輸了錢的時候,又想追回錢 以致自己也建立了一個病態賭博的行為 我想作為家人 面對家人有成癮問題 我們會建議給他多點關心 給他多點諒解 而不是去控制他一些成癮問題 或者要求他轉變 例如一些飲食個案 家人如果是過分地控制他們的飲食習慣 反而不讓他吃 或者不停叫他吃 可能會懂得其反 我們會建議如果家人想幫助的時候 也可以跟輔導員去談 幫助過程有什麼可以做 有什麼可以多做一些或少一些 會有一個指引 變成關係好的時候 他戒引的過程多點鼓勵、多點支持 亦對這個個案很大幫助 當他們知道,其他人都明白他 當他們找到一些好、有效的方法 處理自己的情緒 處理自己的精神健康的時候 他就會更加有能力 用一個正面、一個鼓勵、客觀的方法 理性的方法 跟成癮者去對話 以及邀請成癮者來接受治療 對方有什麼的人 那麼OK 好悶